主厨特餐 主厨特餐 我是张庆林 好 今天到我们星期四 跟小七车观点合作的单元时间了 在我们录音室现场是小七 车观点的小七曾燕好 哈喽小七 哈喽清姨姐好 大家好 我们现在到夏天了 大家都觉得很适合 这个户外活动的时候 所以如果有一部 这个可以带着全家人出游 的上山下海的车子 感觉上就蛮趴的 是 今天其实小七要跟我们聊一个 最近在网络上面 其实讨论的热度 非常高的一部车 对不对 对你知道吗 我最近我的FB 都被这一台车洗版 是怎样啊 太热门了 是哦 这台车叫Suzuki的Gimney Gimney 这名字有点难念 有点难念 但你用日文 不是Jimmy 是Jimney Jimney 所以有一些听众 其实英文比较好的 可能可以念得比较正确的发音 是 这部车子是Suzuki的车子 是 越野车 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一个讨论度呢 其实现在虽然我们的RV风非常盛行 然后路上几乎都是SUV 但是实际上真正可以越野的越野车很少 你是说我们在路上面看到那种 看起来这底盘也是蛮高的 然后外形也蛮趴的 蛮Sport的 但是不是真正的越野车 其实那个都不是真正的越野车 那都是比较偏向RV 就是休旅用途的车种 那SUV的话 以前还会有四轮传动 现在大部分的SUV 其实连四轮传动都没有了 你说我们路上看到那些 现在不是四轮传动 那是什么传动 大部分都是前轮传动的 前轮传动跟四轮传动 它在越野的功能上的差别在哪里 当然车子如果四个轮子都有驱动力的话 它的地形的适应力一定会比较强的 我们举个例来让大家了解 大家就非常容易了解 就像我们在爬山的时候 两只脚就可以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们要攀岩的时候 四只脚这样子 手脚并用 所以在越崎岖的路面 当然是越需要像四轮传动这样子的车子 原来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现在路面上看到那些就是外形像 越野SUV 当然它的底盘还是稍微比一般房车高一点 所以走走产业道路 这有铺装的道路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 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部车 它的特点是什么 这部车其实在日本 算是K卡 就是最小的迷你车 但是它虽然是迷你车 可是它的功能性是很齐全的 它跟大台的越野车 其实基本上大的越野车有的功能 它都有 比如说它是四轮传动的 而且它这四轮传动 我们专业术语叫part-time的四轮传动 part-time 就是part-time工作 对没错 字一模一样 为什么 因为part-time就是兼实四轮传动 就有点像我们兼拆 不是全直去 这个是兼拆的 就是它可以切换二轮传动 也可以切换四轮传动 然后像有一些四轮传动 它全实四轮传动的话 就没有办法切换 那它这个是比较特殊的一点 而且它的这个切换是机械式的 而且它有加力箱 跟正统越野车设计是一模一样的 它平常的时候像我们都会用 我们可以切换成后轮传动 就是二轮传动的 比较省油 加速比较轻快 但是如果路面稍微有一点泥腻 或者是有一点湿滑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切换到四轮传动 它总共有三个档位 一个是2H 就是二轮传动的 这是一般用途的 那一个是4H 4H就是四轮传动的高速档 那再来一个是4L 就是四轮传动的低速档 低速档A 四轮传动又分高速跟低速 适用的情景不一样 对 一般如果是高速档位的话 就是你还可以用一般的速度去开 当然不能在一般的道路上开 因为这个车是没有装差速器 所以会造成一个分动箱的 有一些损坏 所以不建议 大概是在施滑路面的时候 你可以达到四轮传动的高速档 那四轮传动低速档是什么呢 四轮传动低速档 它有一个法宝 它也是俗称的加力档 它可以透过齿轮 把它的扭力再进一步放大 更有力了 对更有力 那当然它的速度不会快 它速度一定是很慢的越野路况的时候使用 那它这台车因为小车 所以它的扭力很小 大概只有13.3左右的KGM 但是透过加力箱的话 它可以放大两倍多 所以可以让它的整个扭力变大 但在越野的时候 它就会更好 更迎刃有余 它是迷你车 是 迷你车的意思是 它只能够两人坐吗 它其实是四人坐 它标准四人坐设定 但是后座我觉得应该是用2加2来看 就是附带的性质 那这台车设计也特别有趣 它的后座是让你平时收折起来的 可以放一些出游的东西的 对 两人坐比较合适 因为它的车身尺寸很小 大概只有3米多的车长 所以事实上是一部迷你车 那但后座呢 还是可以坐人 有两个座位 但是不会像一般的车这么宽敞 那我觉得一般比较建议的用途是 你就当成个人的座驾 或者是两个人的座驾 后面收起来 收起来当行李箱的话就会比较大 大概有300多公升 其实300多公升比很多的车子的行李箱还小 但是它可以坐两个大人没有问题 好停车 很好停车 因为它的座位点也比较高 而且它的车 车身非常的方正 它几乎就是像两个盒子堆叠起来的车子 所以一来内部的头部空间很好 二来因为比较高 视野很好 而且盼位很好盼位 所以它有小车的优点 所以我们小车希望能够在都会当中好停车 能够看的这个视线也比较好 它能够兼顾到 那你说在网络上面 大家讨论很多 主要是哪些面向呢 主要因为它的外形非常的可爱 可爱的越野车 对 那所以我想买这个车的课程大概分两种 一种是 真的是越野车的玩家 因为别无选择 平价的车大概七八十万 也只有这一台可以买 有加利箱 那将它的这个整个悬调的构造呢 它是前后都是非独立式的固定轴 这是纯种越野车的设计 再加上它是分离式的大辆 所以车身刚性不错 那这是越野车玩家不二的选择 那另外一种选择呢 就看到这台车 哇好可爱 这种一般的特别是女性 就想买来当都会用途的 这是另外一种 但这两个客户层呢 我觉得区隔非常的明显 那如果呢 是觉得它很可爱 入手的人 那我就必须有一些建议 怎么说 因为越野车开起来 跟你一般的房车 还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牵涉到 我刚刚所为各位说明的 悬吊的设计 还有它底盘的设计 都跟一般车不一样 所以开起来的感觉 比如说它高速的时候 路感确实是比较模糊的 它晃动会比一般车来的大 那舒适性 没有一般车这么好 那性能表现的话 可能也没有像一般的小车 这么样的轻快 这一些都是必须先适应的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缺点 这是因为车种设定不一样 属性不一样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能够接受 那当然你就可以 很能享受这台车 带给你拉风的外形 它好停车 小豪这个拉风外形 到底有多拉风 当然大家现在上我们 中广新网的YouTube频道上面 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 其实配合现在的访问的内容 就可以看到它到底 有多可爱 好 那其实你刚刚有谈到说 大概有人是觉得 它的外形可爱 那有些是冲着它的 这个越野功能 所以如果外形可爱的 就足球来说 它并不是一般的 这些小型车的 就竞争者了 是 但我们谈到了越野车 在台湾 什么样的情况 会用到越野车呢 速溪吗 对 但其实除非你真的 刻意去玩 是 否则其实我们台湾的 公路铺装率 算非常非常高的 你想想看 我们到深山 在深山的部落 其实几乎都有部落路 也是 那种即便是小道 也都还蛮好走的 是 用到越野车的机会 非常非常少了 我有时候在这个海滩旁边 会看到有些可能底盘比较高的车子 车主会把它开到沙滩上面去冲一冲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 对 大概就是这样 要不然就是车队出游的时候 去比如说 河谷 野稀露营 野稀露营 这可能会需要一些越野的功能 是 那个时候有没有四轮传动的话 可能就很重要了 不只四轮传动 可能车还要略做改装 改装 那这车子好改装吗 这个车非常好改装 它都很小吗 对但它是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所以它几乎 说越野车的功能 它就是完全的缩小版 所以你想怎么改都可以 你想把它改高 轮胎改大 或者是改更好的 这个差速器的锁定 让它有更好的越野功能 这都是很轻易能够做到 迷你车 但轮胎改大应该更可爱 对 是不过我们还是提醒大家 如果说你去野西去玩的时候 有些朋友会喜欢走河谷 一些石头地 觉得说自己的车子性能很好 但是还是注意不要破坏我们的生态 要有一些驾驶的经验 才尝试越野会比较好 否则其实河谷的路况是很高深莫测的 常常我们新闻也会报 哪一台车又卡在河谷里头 车又灭顶了 其实这都很危险的 而且另外 现在很多河川是不能车开下去的 那个原来是不乖的 对 那开下去的话 罚金是非常重的 所以要提醒各位 再帮我们说明一下 我们今天介绍的这部车子是 Suzuki Jimny 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呢 待会会上传到中广新闻网的YouTube频道上面 还有在哪里可以看得到呢 还有YouTube搜寻 小汽车观点频道也看得到 好 小汽车观点在YouTube上面 这个搜寻 在放大镜的地方搜寻 还有我们中广新闻网 在这两个频道上面 影片区 还有播放清单当中都可以看得到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小汽车观点 小汽泽艳豪 帮我们做的说明 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